继斑斑吃石斑之后 民建党当局又推出了一个斑斑喝鲜奶 但是因为实施仓促缺乏配套 搞得学校是人养马翻 开学已经一个多月了 全台不少小学生还没有喝到当局承诺的鲜奶 导致台湾媒体直批着是扰民的政策 大家好 这里是小刘播报 岛内进口新西兰鲜奶2025年起将降为零关税 为了减少对本地烙农产业的冲击 台湾所谓的农业部和教育部 开始推动所谓的斑斑有鲜奶措施 新学期开始计划为公立小学 及其副社幼儿园每周供应两次乳品 但是不少学校的孩子到现在都还没喝到 陶渊市教育局9号的时候赶紧解释说 最快16号就会有部分小学的学童 可以享受台产乳品了 但在全台饱酒乳 也就是保存期限比鲜奶长的乳制品 供应量不足的情况之下 全市仍有近9成的学校选择定饱酒乳而非鲜奶 未来恐怕还要面临调度的问题 桃园教育局长刘仲成谈言 鲜奶有严苛的保存条件 大多数县市都是用饱酒乳来代替的 桃园市有185所小学 选饱酒乳的占到89.74% 选鲜奶的仅有7.38% 其他的可能是因为过敏或者乳糖不耐受 就选择了含盖的豆浆 而台中新北等地的情况也是如此 所以岛内的饱酒乳一直都是供不应求 事实上据台湾联合新闻网报道 早在今年7月的时候 台湾所谓的农业部便放出了计划推动 斑斑有鲜奶的风声 当时不少业者和小学校长都表示 校园缺乏冷链运输 可能会有食品安全的疑虑存在 所以呼吁农业部尽早拿出应对的措施 不然孩子们到开学的时候可能根本就喝不到 然而对于外界的事情 他们却充耳不闻 新北一所小学的校长说 当局推出政策之前 完全就没有考虑过会员的问题 之前搞斑斑有试斑的时候 就因为试斑鱼要切块 所以供不应求 政策喊出去都几个月了 还有学生一次都没吃到 这回也是一样 现在又面临着饱酒乳货源不足的问题了 新北教育局的统计数据显示 新北如品每月短缺近78.6万平 200多所小学中 仅有两所学校的学生能在10月前喝到 对此呢 国民党立委廖廖伟祥 直批台湾所谓的教育部 规划与执行出现重大失误 而且都改为选择饱酒乳 显然不符合初衷啊 立委万美玲作说 学生们现在已经从斑斑喝鲜奶 变成了斑斑在等待 就连学生们自己都觉得这事不靠谱 台北市小学生林品尘9号的时候 写了一篇文章说 虽然小学生有鲜奶喝是一件好事 但还是有一些问题需要注意的 一是台北市九城的学校都没有鲜奶冷藏设备 小朋友可能自己不知道自己煮汤不耐受 另外呢 如果有一些调皮的小朋友不喜欢喝鲜奶 可能会趁老师不注意的时候倒掉 这样不就变成浪费食物了吗 而全台教师工会总联合会理事长侯俊良表示 斑斑有鲜奶的政策推动目标 是支持烙农让学生补盖 这样的话呢 发放超市的鲜奶圈即可达成 当局不应该把学校当成政策提款机